背號47號 俄羅斯人 全能型球員代表 說到上面之前 你會想到哪位球員呢? 參分中認識系列 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綽號AK47的全能步槍 Andre Kylenko Andre Kylenko 綽號AK47 背號47號 身高6尺9吋206公分 體重225磅102公斤 生涯拿下過一次的全明星陣容 一次火鍋王 一次最佳防守陣容 兩次的最佳防守二隊 以及最佳新秀陣容 跟歐洲年度最佳球員 並且代表俄羅斯國家隊取得了2012年倫敦奧運的銅牌 以及2007、2011歐洲籃球錦標賽的金牌以及銅牌 Kylenko的籃球生涯從1997年聖彼得堡斯巴達籃球俱樂部開始 當時未滿16歲的他成為俄羅斯聯賽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球員 在該年他參加歐洲青年錦標賽 以19.5分、10.2籃板以及平均3.9次超捷的生機 被評為最有價值球員 而1998年下季轉到了莫斯科中央陸軍隊 在中央陸軍隊幾年出色的表現也讓他在1999年 以第一輪第24順位被由他爵士隊給選中 在爵士隊的前兩年介意板凳上場 但教練團看見了他的天分 在03-04球季開始改以先發上陣 78場的先發 場均可以拿下16.5分、8.1籃板、3.1次的助攻 另外包辦2.8次火鍋以及1.9次超捷的全能表現 其中超捷為該年聯盟第四、火鍋則為聯盟第五 成為NBA有史以來第一位在這兩項數據中都進入前五名的球員 並在該年入選全明星賽以及放手二隊 隔年更融獲了火鍋王的獎項 這項好表現也讓他在2005年獲得了一張爵士隊開出的六年頂星合約 2006年1月9日 Key Lanko在對上洛杉磯輪軍隊時 攪出了14分、9助攻、8籃板、7火鍋和6次超捷的成績 成為NBA史上季大夢歐拉朱萬以及海軍上將David Robinson 第三位在單場攪出五項五的數據 在爵士的後期因為表現平平 與爵士合約結束後並沒有續約 2011年聯盟因勞資問題而暫時停賽 於是Key Lanko便回到了俄羅斯的老東家 莫斯科中央陸軍隊 不僅率隊獲得了歐洲聯賽亞軍 還獲得了歐洲MVP和最佳防守球員獎 並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率領俄羅斯拿下銅牌 在之後先是與輝郎簽下了兩年兩天萬的合約 頂替受傷的Kevin Love 然而第二年卻發生了一件令當時NBA的各位匪夷所思的狀況 第二年的Key Lanko選擇跳出了合約 以較低薪的兩年620萬美金 加盟當時超短線想拿冠軍的布魯克林籃網隊 當時藍網隊的老闆剛好為俄羅斯富豪 因此聯盟裡也有人質疑這張合約並不單純 2014年藍網隊將他交易制的飛城七六人隊 他以家人健康為由單方面表示堅持留在紐約 直到2015年2月22日 七六人隊外宣布將他裁掉 於是便在該月回到了俄羅斯 加盟他過去收屬的球隊莫斯科中央陸軍隊 並且在該年的6月宣布退休 退休後擔任俄羅斯籃球協會的主席 並在近期內又達成了連任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方給個喜歡、訂閱並分享我的頻道 想看更多的球員介紹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我是蝦球 我的30天軟體試用到期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